马林飞森是因公主要求 用黑布包裹着头上的恶魔脚 以防吓得人类 然后带着公主和乌鸦 踏上连通人类王国的藤桥 来到了城堡之内 谁知呢 这个王后是故意找茬 给马林飞森和乌鸦 准备了铁制的餐具 因为啊 这铁器会灼烧摩尔森林的精灵 仙女和妖精 而铁盘内呢 则被放上的鸟肉 乌鸦实在是没法下嘴 吃掉自己的同类啊 但是啊 这马林飞森为了公主的幸福 只能选择了忍气吞声 结果没想到呢 人家王后是步步紧逼 直接叫售一只大猫 开始攻击乌鸦 马林飞森是立刻施罚 定格大猫的攻击 并且呵斥王后 管好自己的猫 可是啊 这王后就像是没听见一样 自顾自地告诉她 公主嫁给王子 就是我的女儿了 跟你 没有任何的关系 知道吗 这句话 是瞬间点燃了马林飞森怒火 她直接张开了黑色的翅膀 爆发了绝对力量 直接熄灭了所有蜡烛 然后再猛然挥一挥翅膀 强大的气流 把人类士兵全都扇飞 没想到就在这会儿呢 国王是突然昏迷倒地 王后是惊声大喊呐 哎呀 你怎么能这样做 马林飞森诅住了国王 公主是顿时难以置信啊 她看马林飞森的眼神 是瞬间变成冷漠 马林飞森是立马表示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啥也没干呐 但是我们公主是根本不信啊 她立马站在了王后这边 马林顿时失望至极啊 她立马挥动起了翅膀 就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就在这会儿呢 王后的女军师认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直接朝的马林飞森 发射了一枚铁弹 马林受伤对海 是瞬间失去力士 等她再次醒来时呢 发现自己是躺在一个鸟窝里面 腹部的伤口也被纱布爆炸起来 她四周环绕一看 发现啊 这里有几条四通八达的隧道 随即呢 这马林是来到一个通往下面的黑洞 她感觉啊 这里就是出口 结果竟然看见 跟她有一样翅膀的族群 正在这里开会 而那个救她的人呢 也正是面前这个 皮肤幽黑的首领 首领带的马林飞森 是翱翔在他们的居于地 这里啊 那是岩壁斗鞘 长年的刮风下去 生存条件那是相当个别 首领是立马表示啊 你跟我们一样 都是这暗夜族的仙子 曾经呢 我们生活在一片世外桃源 但是 那些人类太贪婪了 他们把我们的家人阵灵 甚至还直接捕杀我们 暗夜族便只能窝居在 这环境恶劣的 封村之地 接着 这首领带的马林 是来到了一片上帝 这里封存着暗夜族的祖先 也正是一只 欲火凤凰 而我们这马林飞森 也正是凤凰祖先的后代 只听首领是跟马林说 哎呀 这人类的铁器 是我们暗夜族的可信啊 眼下的情况 只能是跟人类和平共处 这才能够延续 我们的种族啊 马林飞森是小帮忙啊 但是 他刚被人类中伤 心中不免还有些怨气 结果就在这会儿呢 人类士兵是进入摩尔森林 大肆采集王林花 拿去做了红粉 这些王林花呀 也正是死去精灵的种花 马林不允许他们被摧毁 他立刻回到了森林 发现 这王林花早就被偷入金光 但他不知道的是啊 这人类士兵在暗处 那是偷偷架起的铁弹灵 瞬间让他发射而来 关键时刻 我们首领士立马现身 只身挡住了铁弹 首领士瞬间受到了重创 二人也是坠子林 人类士兵是立马要乘上追击啊 马林飞森施展了魔法 瞬间筑起了藤条监狱 这才是将将挡住了铁弹来袭 随后啊 首领士被带回了暗夜族 把一身的魔法能量 是全都传输给了马林 随即啊 他便彻底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经过这么多事啊 马林也是终于下定的决心 哎呀不打了不打了 要为暗夜族呢 向人类寻求和平共存 而公主这边呢 王子从王后手中 是拿了一只王林花送给公主 公主是一眼认出了花 但是不明白 这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于是啊 我们公主是悄悄潜入了 王后的衣帽间 想寻找其他的王林花 但是啊 这却突然发现 那个假人的项链被戴歪了 公主是扭针的项链 又扭上了头 只听见咔链一声 随即他又把头链捉歪 直接打开了密室的门 公主是进入密室啊 终于看见了那个 曾经让自己陷入沉睡的仿制针 她立马伸出了石石 顿时看到了 王后用仿制针扎晕国王的场景 公主也终于知道 这件事跟马林菲森一点关系没有 从始至终呢 这个都是王后的轨迹 而就在这会儿啊 王后是突然出现 把公主关在房间 随即啊 她向摩尔森林的精灵 发出了参加结婚的邀请 实际上 这就是要把所有精灵拒在一起 以此好 以往大惊 公主也不能作为代弊 她立马把床单继承的绳索 垂降到了王子房间内 然后是举起了国王被针扎的手臂 跟自己的睁眼对比 她立马告诉王子 这就是王后的阴谋啊 王子是大惊失色 而就在此刻呢 暗夜族的人是正好前来攻打双报 但是啊 这却被红粉炸药包上海的体无完肤 红粉里面参加铁粉 所以 这是对抗暗夜族最佳的至死利己 王子是来到的天台 想要阻止母亲的疯狂行为 但是啊 这王后走火入魔 根本不听权 她直接派人 就要扣尸王子 只见王子是灵活躲避 一个剑步跳跃 抓得随风飘扬的番旗 降落到了地面 而这城堡中的婚礼殿堂呢 女军设施摁下了特定的新建 红色的粉末瞬间爆发 那是把一众精灵定格在了原地 变成了花草树木的样子 这时啊 一个兰花精灵决定身先十足 他直接钻进了一个红色粉末的出口 然后呢 这是瞬间被喷成的遗属幼竹栏花 直接堵住了索出口 画面来的乌鸦 他是跟随精灵一起来城堡参加婚礼的 但是啊 他想要放精灵出城 没想到是被一群士兵 如同迭路海般死死地压制在地 于是 我们乌鸦终于爆发了洪荒之力 直接变成了一只大黑熊 捣毁了城堡大门 这才放出了索尔精灵 而就到此刻啊 天空突然乍现绿色雷光 马林飞散是终于现身 他挥山起了翅膀 留着魔法 把一波又一波的士兵打趴 随即 这是一招绿光爆裂 直接摧毁了发射炸药包装机 然后呢 这是潇洒来的王后阵 马林想要干掉王后 公主立马现身阻挡 不过呢 他并不是想保护王后 而是不幸让马林 重新变回像在摩尔森林当年的样 可没想到就在这会儿 王后是小人出击 直接朝公主射了一箭 马林是立马抱着公主 用身体挡下了这一箭 就在下一秒啊 马林便在红粉中瞬间 灰飞烟灭 公主简直难以置信啊 她蹲下来 抚摸地上的灰烬 心痛到泪流不止 公主是终于发了动 她想要干掉王后 但是啊 这却被两个士兵 前置的双臂 不能动弹 王后是小人得知的说 摩尔森林 从此以后就是我的了 没想到是话音一落 地上的灰烬 居然慢慢堆积起来 直接变成了一个 这巨大无比的 黑色凤凰鸟 原来啊 我马林因为对公主的母爱 帮公主打下了致命一击 那是直接觉醒了凤凰的血脉 从而欲我重生 直接啊 这凤凰鸟是轻轻挥了挥翅拔 便直接摧毁了城堡塔尖 王后被这一幕吓得瑟瑟发抖啊 她知道自己绝对要命丧当场 居然这是又无耻的一回 直接把公主退下了城堡 这引的凤凰鸟是立马俯身开追 而就在公主落地的刹那间 凤凰鸟一把抱着公主死死地护在怀里 那是猛然砸上地面 又以火箭般的速度 在地面挂蹭出了一道深坑沟壳 而我们这公主则是黯然无恙 而这下 马林和公主是化解了隔阂误会 把恶毒的王后变成一头山羊 以后只能吃草修炼善良匹鸽 然后呢 这马林是摧毁了仿炊针 沉睡的国王也终于被唤醒 经此一遭啊 城堡里的人们都知道 正是王后挑起了人类跟摩尔森的战争 所以啊 人类跟暗夜族以及所有精灵 化根鸽为玉帛 达成了和平共处的美好边境 而马林也看到了王子对待公主的身心 于是啊 在一群花精灵的改造下 公主穿得漂亮的裙子 那是挽着马林飞森 一步一步走向王子 完成了这场世纪婚礼 本篇 到此结束 本篇叫沉睡魔咒二 本期问题 如果你也能变成一种动物 你想变成什么动物呢 发到评论区哦 伯乐就当小熊猫 我就感觉挺好的 非要选的话 当老鹰不错 没有天蝶 到处飞 无忧无虑的 马林飞森呢 是刀子嘴豆腐精 被公主误会后 却还是会在关键时刻 保护公主 对呀 这公主单纯容易被骗 所以才会误会马林 好在最后是发现了蛛丝马迹 破解了王后的阴谋 这才挽回了跟马林的关系 本篇好看 推荐一款原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订阅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